那前面的结果呢 带来什么样的洞见 还有它的隐含意义是什么 这个古典呢 这个所谓的IID的到达跟服务时间 然后它有限的所谓的这个变异数呢 可以令α等于2 那单一的这个伺服器的这个等候线呢 这个根据我们前一张的投影片呢 它是四分之烂打 然后一减多分之 这个呢是到达间隔时间的不确定性 加上服务时间的不确定性的平方 那这是Keyman's的公式之后呢 GG1呢是二分之烂打 然后一减多 那很有很有趣的是 虽然这个是完全激励模型推导出来的 那它有相同的函数的相依性 1减弱分之烂打 有没有看到 然后呢这个变化的 变异的这个超参数呢 参数基本上呢是 这个平方加上这个S幅的平方 那这个呢是非常类似的 另外一个呢是当你众伪的行为 我们依然会有公式 这个是这一个理论 现在这个Robust的这个理论 推导出来的结果 那在过去的这个几十个世纪 这个研究显示说呢 这个纵伪的行为呢 是可以去用来描述呢 网际网路的这个流量 那问题是说呢 没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封闭式 Close-form expression 缺乏absence 也就是说当你是众伪的 这个行为的时候的等候线呢 它并没有公式 所以呢 你就很困难去说 在通讯网路排成的会有进展 因为没有公式啊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行为啊 没有办法去描述它 那利用呢 这一个作者的这两个 这个方式 他们提供一个所谓的 这个封闭形式的等待时间 公式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强调一下 这个不仅仅限于GG1 这个论文里面有 可以用GGM 然后这个待会呢 后面会有讲 这个很多站的时候 它都有一些公式的表示时 这个跟以前不一样的 然后呢 它说呢 根据我们这个 The best of Arnie 就是我们就我们所知了 在随机的这个heavy tail 就是纵尾的假设底下的话 是没有这样公式存在的 不成熟的 Não 没有这样并不是这样的 这样的 是这个湾的 一些雾